三十天上班 三十天上班 林总啊 你看看现在都几点了 我都饿了 对不起 你忙一下把时间都忘了 这样 我一会儿请你吃饭 你说去哪儿吃 你想吃什么 都你定 那就去 我上次等你家餐厅吧 那家 哪家啊 老公 姥婆 一林 你给林总来送饭啊 你们吃了吗 还没吃呢 要是如果吃了 那就当宵夜 要是没吃 那就 凑复着先垫两口 那好啊 我还没尝过你的手艺呢 不好意思啊 我不知道你在这儿 要是知道的话 就多带个碗块了 没事 要不我先喝 然后把碗块洗洗 再给林总喝 我就是想尝尝你的手艺 来 来 味道还真不错哎 想不到当年的高材生 如今变成了厨子 我老公喜欢啊 他特爱吃我做的饭 是吧 是啊 我再帮你加点啊 我再帮你加点啊 好啊 你不用跟我解释 老婆 对了 今天见到秦山 我突然想起一件事 我知道 他当年 曾经约你去过一家饭店 那天咱俩本来约好 一块看电影的 后来我故意没去 就想看看 你会不会去那个饭店 我知道 你后来没去 其实 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 我就觉得 你是我最信任的人 这份信任 一直到今天 都让我心里特踏实 你会不会去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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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回来了 你妈走着大半天了 是不是这老毛病又犯了 什么老毛病 没没没 没事没事没事 那什么那个 咱俩先做饭 先做饭 来来来 什么老毛病 你来来来 太帅了 来来那个 来来来 这 给我拿点盐去 这要多了 多了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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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砸上水去 王氏三杯机 一会儿就出炉了 这看见 这太心脏了 是吧 你提醒说 妈的老毛病 什么老毛病 这事还真忘了跟你说了 你觉得那个 妈身体怎么样 特别好 特别好 你觉得保养怎么样呢 气色棒极的 所以呢 有个事 就是没跟你说 这妈的老毛病 喜欢来点 喂 妈 喂 姜姨把你来一下 好 好 我们打算给您做顿饭 好好消息孝敬您 你们 是你们还是王雨明做呀 你不会做饭是吧 我会洗菜 我看见了 你 妈 这里边是支票 我给李奶奶送过去了 她没要 你们不是老去李奶奶那儿吗 能不能把这支票拿过去 买点东西给她送回去 搞不好 这样她比较容易接受 怎么了 你是怕我真去你们所闹 是吧 没有 没有 妈 我是真知道自己错了 真的我特别后悔 我看李奶奶跟凌芬姐那样 我心里挺难受的 别生气了好不好 我把这拿过去 李奶奶那儿我去看过了 她让我别跟你呕气 你呀 真是不听老人言 那以后我都听你了 你也别都听 我说的那剖析十条 你能做到两条就行了 以后那种伤天害理的案子 你不接 好不好 我保证不见 第二条不许顶嘴 不顶嘴 行了 说到做到啊 我保证 行了以为人做饭了 我去看看你 妈妈妈 那个 您能不能再帮我一个忙啊 说吧 您不是做那些小点心 您特别好吃吗 我就想让您 您能帮我多做一点啊 干吗呀 我说是 我做可以 但是你得学呀 你不会以后这炖炖 都让雨明做给你吃吧 你说你这表情 你什么 什么意思呀 不是你这不会做饭 我也没嫌弃 但是你 总不能连学都不想学吧 我 我 妈 我学 没证情的 都是骚扰电话 没事 要不您接吧 电话 就是骚扰电话 妈 又 又怎么了呢 口水 再 再喝一口剩下 我吃这么多药呢 我生病了 这是那保健品 是干你气的 我这最近有点肝火旺 让你气一看 这都什么药啊 这个 我跟你说了不懂 它这有点浓缩提炼的 六百毕瓶 挺贵的 你看 这个是建脑的 你看它是金箔 你看我最近精神多好啊 就是吃了这些东西 妈 我看这一瓶就一千二 那么多药 这得多少钱啊 烦 这事妈心里有数 别跟雨明说 别跟雨明说 行吗 你看就这几个月吧 我就是前几天就去了一次 我去听课 是这样 我只要是一动了气 我就忍不住 我就想去听课 这次也是让你气着了 但是 但是我戒了 我真的戒了 你替妈保密 答应我 行 真懂事 谢谢 谢谢啊 爸 信我干什么呀 有药有保健的 那 那你还 我 我就来跟您说 您做那点心特别好吃 大家都特别喜欢吃 那挺 那我接着做 我 我终于是明白了 为什么说厨房里的男人最性感 你婆婆那关是过了 我说之前还挑好不愧做饭呢 怎么突然间就变了 你们都没看见她那表情啊 本来还是我求她的 突然就变她求我了 之前我公公还说 说她有一毛病 害得刺身都飞出去了 原来就这事啊 那你估计她那一堆得多少钱呀 少说 也得五六千吧 还不知道是一个月还是两月盘的 那你真不打算告诉你们家王雨明啊 人婆媳十条上都说了 不挑拨我们关系 我反过来挑拨他们母子之间的关系 不合适吧 那王雨明的钱都在谁手上啊 我婆婆 估计 可能也没剩多少 那你让王雨明把钱交给你啊 我可不管从我婆婆那多钱 那她一个月挣多少钱呢 父母一个月挣多少钱 她那么花行不行啊 她 工资不多 但是等那产品出来以后就有股份了 最近这孩子老吵着见她妈 那你就带着她去见她妈呀 你要是带她去见她妈的话 是不定林芬姐还能好得快一点 这不可能 我不会让我女儿 见到黎芬现在这个样子 我怕她受刺激 我早就跟你说过希望你能够缓一缓 当然 现在说这个也没有用 实话跟你说吧 我不想林芬再借晓岚 现在 以后都不想 我要终止了一份的态势权 以前这个案子是你代理的 这次还交给你 你应该行吗 太不是东西了 有了她这种男人 最独富人心这句话都是浮云 行啊 休息掉气吧 来 喝水 那你能有什么办法呀 人家有闲有势的 你都进精神病院了 所以说呀 女人就不能任由人家虐 要么自己强大 要么就别太认真 干吗非得让别人 逼成抑郁症的地步啊 现在好了 自己垮了 老妈还跟着操心 人家想怎么收拾你 就怎么收拾你 别吵啊 你俩赶紧把我想想 怎么推吧 这事 推 那前面九十九步都走了 就差那么一步了 不仅得罪人 她得前功尽弃 要了 她婆婆 对啊 那 有没有什么办法呀 她喜欢什么 她什么爱好 你们不都知道吗 疯狂养生呗 给你了 什么呀 客户送的 贿赂她去吧 我真不能接 你是个职业律师 你拿出点职业范来行不行 不然以后怎么打官司 不认识 二位里面请 妈 你觉得怎么样 不错不错 真的蛮优雅的 嗯 真安静 那就来吧 我说 我跟你说啊 我以前可是没有肚囊的 可生完小鸭以后 我就变成这样了 您现在也挺好的呀 你看你这 你这都有点小肚囊子了 不能老坐着 没事坐坐 咬我起坐 我跟你说 我像你那个岁数的时候 那小脉腰细极了 一点坠肉都没有 我看您现在保养的 比也挺好的嘛 还挺白 皮肤也好 就是保养啊 保健品 小凡 我昨天买了一个薪水壶 给林奶奶送过去了 天哪 谢谢妈 反正说来说去 还是那姓何的钱 妈 正想跟你说这事呢 那姓何的过来找我了 又找你了 这样 她想终止林芬姐的探视权 那有完没完呢 你是不是想代理这个案子呀 没有 我不跟你答应过你吗 不接这种案子 我绝对不会接 不是 那你跟我提她干什么呀 还把我带这么一高级的地方按摩 是不是想做我什么思想工作 没有 我是感谢人愿意原谅我 还有 虽然我不代理这个案子 那总会有人代理的 我就想让您告诉李奶奶奶 让她有个心理准备 她早上会知道这事 不是 那你换人代理这案子 还能打赢吗 陆丰那边 胜责应该挺大的 你说这小芬和李奶奶 还真是的啊 怎么就遇上个这样的人呢 接呗 没事 陈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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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我现在脚踏打飘了 别带我去啊 当然 什么时候想笑就带你去 陈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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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找过我们的包包包了 江律师 我以为 你不是一个扮托尔费的人 那也得看事 我还是想请您 考虑一下我的建议 帮我们领风景 我又要结婚了 你说这现实 当然了 我也不想和过去的事情 纠缠不清 更不想让我的孩子 看见他妈妈这种情况 认为是我造成的 记恨了 不是你造成的吗 谁都在承受能力 这个世界上 结了婚 感情不好的人 离婚的有的事 人家怎么都没生人 你的意思 还被冤枉了是吗 一个女人被伤害 被欺骗 被背叛 最后自己的孩子 也被人家抢走了 然后她精神受了刺激 你说她自己的承受力不够 那我想问你什么 才叫承受力好 少说两句 她自己上门来找骂 我必须多说几句 我告诉你 见过新人笑 没见过旧人哭的 我看得多了 但是像你这样 做到这种地步的 我见的还是第一个 你知道吗 我和她早就没有感情 你现在说没有感情了 你当初捧着鲜花 追求她的时候 你是什么意思 她明明可以出国 她愣是不让她走 是什么意思 你一定要让她 给你生个孩子 是什么意思 你现在你说没有感情 你太欠然了吧 妈 妈 林芬已经让她 弃得住到医院去了 你倒是带着个宝贝女儿 又长了个小的 你不叫没有感情 你叫没有人性 你懂吗 妈 话说得比这么难听 好听的你不配 以后这种缺德的事 你不要让一凡来干 否则你来一次 我骂你一次 你来一次 我骂你一次 江律师 你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 我想黄主任 应该跟你说过了 别跟她开花 你赶紧让她走 否则我叫保安了 好 我们走 我们走 这儿都一个小时了 这儿都一个小时了 跳完 妈 要不我给你倒杯水 我给你抱一香蕉 哭了 我出汗了 想哭就哭 我把剑板借你 我不是跟你说 我出汗了吗 谁也哭 让他们哭去吧 你看看 咱妈呀 最聪明了 是啊 妈 你真是太厉害了 你下午说那话 字字见血 心态再好的人 听着她也扛不住 对 点赞一个 小岔 现在这都互联网时代了 什么妈网 婆媳论坛 夫妻关系 什么抓小三 逗渣男 我见得多了 知道诗条怎么来的吗 婆媳论坛 妈 你还会上网啊 早学会了 这都是经验 你到时候把QQ号发给我 你们也上网看看 发给你们 行了 行了 你们歇着去吧 我一人 天哪 亦凡 今晚小鸭回家吃饭 你下班赶快回来 六点半以前啊 涛子 陈乐干嘛去了 请假回家了 他妈那脚不是烫伤了吗 那这边城谁负责啊 边城这事我觉得 现在啊不是特别重要 要不咱先做文案吧 陈乐那边不也拿着电脑了吗 随时跟上 我怕这可能真是来不及了呀 那边城只有你最在孩儿了 行 我知道了 自己负责吧 陈雨铭 陈乐 亲力亲为 紧锣密鼓啊 没办法 我们这叫笨点三菲嘛 我一直欣赏你 很有远见 真心话 可是有时候 别跑得太快 劳财伤神 不知道 我 谢谢你的提醒 碰见了神样的对手 不得不全力以赴 行 那我就点到为止 工作愉快 来 喂 妈 你下班赶快回家 咱得开一家庭会议 我这儿加班呢 我真回不去 是你加班重要 还是你妹妹终身大事重要 赶快回来 小鸭又怎么了 我 说完了 说完了 你金刚不坏之身啊 你真爱品 是不是 我看那叫那叫什么 精神病医院关的 不应该是林芬 就应该是你 你早点给我断了 听见没有 可以断了 只要我找到比她更有钱的 我立马跟她断了 你胡闹 爸 妈 我现在已经长大了 我有自己想要过的生活 和谁谈恋爱是我的自由 而且这些都是我经历痛苦之后 得出的真理 你这也叫真理 好好好 先不管这是不是真理心了吧 反正呢 我以后肯定给你们找一个有钱的姑爷 保证你们吃大龙虾 住大别墅 我们不需要 我们要的是能够踏踏实实 跟你过日子的姑爷 我说你们是怎么想的呢 给你们找一个有钱的女婿不要 非得让我找个穷光蛋是吧 你气死我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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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别别别 取死我得了 你 行行行行 你说的什么话呢 行了 行了 你说你也是 你说你也是 你说的什么 说的小 怎么想 怎么想 说的小 行行行 行 你说的什么呀 你说的什么 妈去气死我了 去气死我了 小雅 我说这事呢 怪我 你跟方坤这么大的事 是吧 我呢 就应该多陪陪你 多疏导疏导你 要不你看 我现在给你请一心理咨询 我根本就不需要什么心理咨询 我觉得我现在是从小到大 最清醒的时候 方坤的事情早就翻篇了 现在在我面前提起他 就跟提起路人甲一样 我觉得不是我不正常 是你们思想太封建 你没有想明白 那我告诉你啊 小雅 我是你哥 我用不着想明白 我现在这么忙 我为了你的事 我四点半我就离开公司了 我待会儿还得回去加班去 我不管你领不领情 你接不接受 但是我的态度我得告诉你 你要跟我谈恋爱 你也要跟我好好地谈 找一个年纪相当人品正直的 别老冲着人钱去 需要我钱是吧 哥给你挣都给你行了吧 你要谈恋爱 冲着人钱去 我告诉你 想到的一下门都没有 下车 我告诉你 小雅 以前什么事我都可以顺着你 这件事没上了你知道吗 你不记住了没有 暗示 要不我跟着他 他去哪儿 我跟到哪儿 那都 going 那你也不能 时时刻刻跟着呀 这制标不治本 不然就这样 你就跟你姐说说 请她帮着给小雅介绍一个 好 找一个合适一点的 我觉得这样靠谱 只要人踏实 老实 其他的什么学历啊 年纪啊 钱挣多少 这都无所谓 那 杨小宝 杨小 杨小宝不是喜欢你吗 哼 还有这事啊 妈 这不什么成这么烂骨子事了 不过这杨小宝 也已经被小雅给拒了 真的够乱的 真乱 你们现在人怎么那么乱呢 我跟你说谁都行啊 就是研研码不行 行行行行 那这样 我去跟我姐说行吗 反正这事就交给你了 不能给那老头子一点机会 知道了 妈